今天的健康抱你知 要帶大家來聊聊這個話題 就是最近天氣變化實在很大 一下子很熱 但今天早上又一下子暴雨 有些人可能會因為天氣變化很大 而出現了關節痛的情況 我們來看看傅健克醫師怎麼解釋 他說這其實跟氣溫 濕度 還有自律神經就有很大的關係 所以今天我們就透過圖表 帶大家一起來了解 那醫師說這天氣變化大 就容易關節痛的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低溫容易使你的肌肉緊縮 那延展性會比較差 也導致血液循環系統導致影響 讓你的關節痛 那另外天氣寒冷 也可能使人體裡面的關節 裡面的潤滑液的效果變差 也導致你的關節活動力下降 那再來就是濕度上面的問題 因為濕度高就意味著大氣壓力降低 那低氣壓來說的話 有可能就會使你的發炎的肌韌 韌帶腫脹 造成你的筋骨疼痛 而且現在日本學者 有發現說我們的耳朵裡面 其實有一個叫做氣壓偵測器 一旦這個氣壓溫度 還有濕度出現差異化的時候 大腦將會感受到壓力 那進而刺使你的這個自律神經 讓它感受到失調 進而使你的疼痛 再跟著加劇 打個比方好了 如果你的招感神經過於活躍 就會刺痛你的這個刺痛感神經 產生疼痛或者是舊傷疼痛等等的症狀 另外在這種濕濕冷冷的天氣 其實也很容易讓你的心情憂鬱 也連帶死的疼痛會加重 那我們來看那痛風引起的關節疼痛 就跟我們剛剛說的天氣痛有關係嗎 那現在復健科醫師也給出我們解答 他說其實痛風的主要原因是 血液當中的尿酸濃度過高 那也導致你的尿酸結晶化 而且沉積在關節部位 才會引發你的關節痛 那在這個天氣變化比較大的時候呢 也容易加劇你的尿酸結晶 確實比較容易會引發關節痛的情況 那再加上如果你水喝得比較少 尿酸沒有辦法排出身體外面 也導致痛風的機率也會跟著大大增加 所以我們來看到醫師建議呢 痛風患者你可以做季節交替的時候 多喝溫熱開水 那不只有保暖的作用 也可以幫助你的尿酸排出體外 那避免呢 氣溫變化太大 導致你的痛風的情況越來越嚴重 那如果我們關節還是有狀況 可以採取哪些方式來改善呢 我們來看看到醫生說 我們先秉除第四期 最嚴重的退化性關節炎 這個可能就要開刀治療了 那至於其他關節炎來說的話呢 我們可以透過這些治療來做改善 那第一個 如果你的關節真的痛到受不了 你可以到復健科就診 請醫師幫你開消炎的止痛藥 而且安排復健治療 不過你可能會想說 這個退化性的關節炎 可能是因為關節磨損造成的 反而不敢運動 但是醫師提醒呢 他們認為適度的運動 其實可以增加你軟骨當中的 關節潤滑液的新陳泰卸 反而是可以加強你的關節 周邊的肌肉還有韌帶 那他也推薦像是這種 固定式的腳踏車 或是游泳快走 有氧運動 其實都是很好的選擇 那如果以上都沒有辦法改善 你的關節痛的症狀的話 醫師建議你可以注射一些 玻尿酸類固醇 或者是進行高濃度的 字體血小板的治療 都有機會可以減輕你的疼痛感 而且透過食療的方式 也可以做保健 那就有研究指出呢 就是退化性關節炎的患者 你可以攝取具有 抗發炎效果的薑黃 就可以幫助你減緩你的疼痛 那另外還有葡萄糖胺 還有軟骨素 也可以促進你的 膠原蛋白的製造 那對於關節保健 就有很大的幫助了